第二个我们来探讨的主题 就是来探讨美日北方对抗 美日北方对抗在关岛 关岛距离第一岛链2000公里 距离台湾2450公里 直线距离了 如果距离台湾北部的话 那就要到2700到2800公里 的距离 因为关岛的纬度是在北纬13到14度 台湾的纬度是介于北纬22度到25度多 大概你看是南北 你要以哪个为距离的一个切点 那我们来看 这一个就是安德森的基地 在关岛 关岛大概是540平方公里 比新加坡列为小 新加坡是728平方公里 但是关岛人数不多 关岛算是地广人稀 540平方公里总共只有住17万人 新加坡比关岛稍微大一点 但是新加坡的人口是545万 关岛只有17万 我们就知道 关岛比新加坡略小 但人口不到新加坡的20分到30分之一 就30分之一 新加坡的人口数是关岛的30倍 但是新加坡的领土的国土的面积 只有关岛的1.4倍 不到1.5倍就知道了 这一来一往就知道 关岛是算帝王人 关岛上面有四个机场 一个关岛国际机场 另外一个是安德森军用机场 另外是两个在1947年就报废的机场 但是有个天宁岛机场 现在美国正在大兴土木在整修 因为关岛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 关岛是1898年到1899年 美国跟西班牙美西战争 美国获胜 把关岛菲律宾的主权让回来 被美国接收 所以菲律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关岛也变成美国的属地 现在但是没有变成美国第51周 这可能领土面积太小了吧 只有 只有400 只有540乒乓公里 太小了 人口只有17万 大概只能成为一个城市 一个市的人口都会比他多 他人口一个11万 一个市都不到 波多利哥人口还400万 现在想成为美国第51周 目前也有波多利哥想要独立维持现状 还有变成美国第51周 各有利弊 到现在为止还一而不绝 这个就是安德森机场 你看上面停到了 这边是B-52战略轰炸机 换句话它是在远东地区 美国最西边最靠近中国大陆 在第二岛链 最重要的军用机场 B-52轰炸机 还有西斯洞的空中加油机 还有KC-135在这个地方 后面还有战斗机在这个地方 比较小 因为比例子可能看不到 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军用机场是非常大的 跑道的话3000多公尺的长度 算相当大 在关岛的东北角 关岛有四个机场 它的国际机场在关岛的中段 在腰带的地方 在腰带的地方 吞吞量也非常的多 因为很多的旅游观光客到关岛去玩 所以关岛那个地方 它的关岛的国际机场是非常繁忙的 它的起降也非常蛮拼买 虽然人不多 但是它观光的价值很高 然后它在第一岛链的中央位 当然北边有中土岛 有塞班岛有硫磺岛 这是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跟第一岛链的平均距离 大概是2000公里 大家这样来看 所以现在第二岛链慢慢重要 美国在加强第二岛链的建设 所以才会把安德森的机场 进驻到轰炸机 还有战斗机 还有辅战机 另外天宁岛的机场在拯救 拯救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个关岛的图 关岛很像一块骨头 540平方公里像一块骨头 这个地方在东北角 东北角这个就是安德森机场 你看它这个 你光看看这个卫星照相 这个地方就已经黄黄这一块 就是机场 这非常的清楚 另外一个比较惶惶这个奇怪 国际机场在第三这个地方 看看没有这个地方 那这两个是报废的机场 报废的机场先启用 在西段的 这个是关岛的中央位置 中央位置在这个地方 这是西段的地方 这个就是天宁岛机场 因为它是英文名字叫天宁岛 天宁岛就是可能拿台语来发音 翻译成英文就变成天宁岛 它倒不是一个岛 因为它英文的名字叫做天宁岛 天宁岛的话就是变成这个 就是现在在扩建 扩建的状况怎么样 有照片为正 我们可以看个照片 我们先看国际机场 国际机场蛮宏伟的 这是关岛的国际机场 很清楚 这是关岛的国际机场 它的大厦 机场的航下 很具有规模 如果去过关岛的 对它来讲不陌生 非常的熟人 非常的熟悉 那我们看 它这个天宁岛的 天宁岛机场是这个样子 目前现在已经开始 一看就知道在动土 这个是机场 这是主跑道 这是滑行道 这是联络道 联络道这个地方 这个将来的时候 是出来的时候 变成可能都会有这些 这些相关的 变成滑行道 这个地方 你看现在都已经 我认为这个地方 都在做整建 都有一些整建的 这些痕迹 这个地方可以 这是机堡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焦距的关系 不是很 但是机堡的形状 已经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 作业的停机品 一个大坪的一个作业 这个将来的地方 这个地方靠海岸 这个地方在它的 这个西南角的地方 已经到了海岸 这边还有一个港口 我们到时候 待会来找一张 来放大的 它还有港口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天宁岛机场 目前因为关岛的位置 日渐重要 战略价值日渐提高 这个天宁岛机场 目前正在整建当中 看这张图 就清楚了 有这个港湾 这边有这个虚线 把这个天宁岛的 这些机场 我们把它整个框出来 在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整个框出来 主跑道 滑行道 还有联络道 刚才讲的 机库堡的位置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被稍微遮掩住 那它这个地方 都在做整建的位置 这个地方 它黄线区块做整建 在它的西南角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港口 有港口可以接驳 如果有工程 或什么 这边有个港湾 这个地方 这刚刚有一个 党那个 我们一个澳 就是一个堤防 这个堤防 这个地方是深水的 我们可以从颜色看得出来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个天宁岛机场 将来它的军事的价值 会逐渐的提升 这个非常的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美日北方对抗的演习 它要到2月24号 到这个礼拜的周末才结束 才结束 那包括澳大利亚也有参加 你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也派出了这个F-15跟F-18 都有 这些飞机F-15 非常清楚 这是日本的 很清楚的 这日本的 日本参加 日本这一次参加了 一共6架F-2 F-2就相当于 看起来就是F-16的样子 很清楚 6架F-2 看起来像F-16 6架F-15 加起来12架 但是还不要忘了 还包括C-2 因为从日本到关岛 还要我们飞机 做这种移房 或者是转场 不要忘了 还有一些 这些 我们讲到的过境的这些东西 这些打氧车 还有电气源资源的装备 液压装备 还有检查飞机的辅助的装备 都要带到 还派了C-2 那C-2派完了之后 还派了13栋 13栋 因为这些地面的机工长 寄勤人员 维修人员 后勤保障人员 都要运过去 运到关岛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日本这一次参加 这个北方对抗演习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到这个礼拜的周末才结束 可以知道 换句话说 美国跟日本 在第一跟第二岛链之间的 这种活动非常的频繁 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邀请了澳洲 澳大利亚参加 澳大利亚也参加 地点在哪里 在菲律宾海 因为这是以海空为主 总共的兵力 美国出动的飞机100架 日本刚才讲起来了 6架F-2 6架F-15 加上C-13栋 加上C-2 加起来就20多架 还包括澳大利亚 也包括法国一个分潜队 加起来 这一次就是所讲到的北方对抗演习 就在这个地方实施 而且美国派了海空 海空军参战的官兵 总共两千多位 换句话很有规模 因为如果陆军外很庞大 有银级 有铝级出来 人都好几千 但是空军都是技术化的兵种 都是飞行员 还有这些飞弹的部队 所以他人不会很多 但是他战力很强 因为都是讲到美国也派了轰炸机 还有派了这些战斗机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 美国跟日本的北方对抗